哇 剛剛看完的這個小卷 讓人非常心動 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下這個小江 今年的這個賓寺 是不是非常的可以期待 沒錯 今年的階段都是非常的熱弱 那當然除了我們 像GLC來講的話 GLC現在交車等車都是要半年以上 那生產跟這個交車的過程的話 都會稍微有點浮動 但是我們還是很期待 台灣賓寺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對 那 那再來是我會介紹的是EQA EQB EQE的SUV在今年上市 那我們還有特別的 即將上市的G-Class的小改款 G-Class是不是要電動化了還是 對 這個也是拭目以待一下 純電的G-Class 對 因為我記得那個G-Class 其實我們那時候有問到原廠的 然後問他說G-Class 因為現在還沒有完全公布嘛 它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啊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回答我說 以前的G-Class可以 它都可以 而且會變得更強 對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可以到時候可以借我拿去offload一下 好 可以 可以 對 好 那接下來那個Ruby呢 你們看後世的這個Lessus 這個股票可以買嗎 應該可以啦 可以 應該是說從2024開始到現在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嘛 其實我們展間的熱度一直都在持續 是 對 每天來看車的人真的很多 你們那邊不是來看車就來喝咖啡 還要吃那個哈根大士的 這超級多人啊 對 那竟然那個跨年夜有沒有 還可以看101的煙火 我覺得這個是服務真的太棒了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今年年初 除了LBX的全新上市 還有UX300H的小改款之外 還有我們一直都賣得很好的RX跟NS車系 所以我們看今年的車是有望 比去年還要再更好 就是我們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一點點 這個想要買車的心 又猶豫不決 你就走進去Lessus裡面 因為整個流翅王把你包住之後 你一定會想要買到你想要心裡面夢想的那個車款 接下來我們剛才看了這個保時捷的部分 我們來問一下新南 欸 這個Palamera 我們當然不能是忘了他啦 他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 對 的確在去年11月 我就有去上海參加他們 Palamera三代大改款的首發 那其實依照台灣保時捷引進的速度 大概就是半年後 你會在台灣看到 是 所以剛剛這個小卷有說嘛 剛剛因為大家在今年下班 那其實在今年Q2 大家就有機會要看到 這個Palamera全新的車型 那其實他們的傳統也是在國際首發之後 台灣其實也都報價了 那台灣會引進的就是Palamera 基本的後驅板是574萬 那Palamera 4 四驅板是596萬 當然還有一個最頂規的 就是Palamera Turbo E-Hybrid 延續過去 但是它是新的動力 4.0 V8 Twin Turbo 加上插電式的Hybrid 直接空車價就來到1173萬 那當然我們在首發的時候看到 我覺得蠻令人期待 就是外觀上 維持我們剛剛講 像Macan 凱燕 台康 其實他們家的家族語會非常的明顯 非常雷同 但如果以這個最頂規的車型 很期待就是要試到 它這個全新的底盤懸吊 有點類似這種美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行動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友們 地床機械員邀您一起上線